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战学佛很好 有大福报 可以往生净土 这一对夫妻也认为这一生就算没开悟 也应可以往生净土 再怎么说 也绝对不会下地狱 就算要下地狱 也是那些没学佛而造杀业的众生先下去才对 实在轮不到他们 所以再生时坚信如此 于是心想 这样就很好了 一生平顺 也没什么烦恼 也没什么不顺 事事心想事成 因此心里更放心 有这么好的福报 学佛真的很好 万万没想到 先生晚年生了痛苦不堪的大病 半身不随 一切行动都要太太帮忙 生活大小事 都要太太打理 刚开始夫妻都相信 伟大慈悲的佛菩萨一定会保佑他们 病一定会好转 先生会康复才对 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 先生的病也没有起色 有一天 太太终于心生怀疑 心想 我这样信佛 尤其自从先生生病以后 拜佛更虔诚 这辈子也这么相信佛菩萨 也常做不失 难道佛菩萨不知道我的祈求吗 怎么没让我的先生好起来 不久 夫妻双双过世 但是并没有如他们预期的往生净土 相反的 被抓到戒备森严的阎罗殿 夫妻一见到阎罗王 一时转不过来 心中还纳闷 我们应该到净土才对 怎么到这里来了 所以 见到阎罗王 也不等阎罗王开口 便说 我们是学佛人 平时念佛 我们应该到净土才对 怎么会到这里来 是不是抓错人了 阎罗王也相当尊重修行人 世间修行有成的修行人 阎罗王都知道 平常带到这里的人 很少提自己会念佛 所以今天 有人一来便开口自己念佛 为了慎重弃见 再查了一次 等查完之后 阎罗王气定神贤地回答 他们没有抓错人 你们的确要带到这里 先生不解地问 我在生时 也礼敬佛菩萨 也常布施 也皈依三宝 逢人也称赞学佛很好 难道没有功德吗 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 阎罗王回答 你虽然学佛 但是心态是求福报 所以功德很少 先生问 我也常布施啊 阎罗王说 虽然你有布施 但是布施的福报 在你活的时候也用完了 先生再问 我也皈依某某大师了呀 阎罗王说 虽然你有皈依 但是因为你不敬金修行 所以因果和业障和皈依以前差不多 可能不知不觉中还多造了一些 先生再问 我吃素不杀生 阎罗王 虽然你吃素不杀生 但是因为你不明而乱批评 骂人造了许多口业 这些口业比一般人还多了很多 先生再问 我也皈依某道场了 阎罗王 虽然你尝到这个道场 但是你的行为并没有改进多少 也不是真正在修行 那个道场其他修行者 大部分都有成就 有的开悟 有的正果 有的往生净土 很受我们敬重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道场其他修行人的成就 阎罗王就把这个道场的修行人的成就 一一说给他们听 这些人他们都认识 有成就菩萨 有成就阿罗汉 有往生净土 也有的 升天为天人 念了半天 就是没有他们的名字 倒是有几个平常看起来 修得不怎么样 也往生了净土 有几个自认为修得很好的人 却没听到 阎罗王接着说 虽然你到这个道场 但是你的行为 也已从这个道场出名 所以你并不算皈依这个道场 你们护持这个道场的福报 就是你们生前生活平顺 心想事成 求子得子 求长寿得长寿 求健康得健康 不过你们在生前就用完了 所以晚年你生了大病 就是你自己该受的因果成熟所致 先生再问 这个道场不是有一些人修得很好 怎么也没听到呢 阎罗王看了看 想了一下才说 虽然这个道场有些人修得不错 但是这些人开始心生骄傲 开始批评其他修行人 被魔所设走入魔道而不自知 言行违背佛法之后 名字就被这个道场出名了 将来也是要到我这里来报道 先生再问 我太太为什么也被出名 为什么也被带到这里来 阎罗王说 个人因果个人了 你太太的问题 虽然生前也不失造福 但不是真心修行 她还有个错误观念 认为先生代表修行就可以了 只要先生修行有成 她也可以连带得到升天 所以知道修行 但未认真修行 她个人的因果 还是她自己要了了才行 她倒没有被出名 但是这个错误观念 让她这一生算是白走一趟了 阎罗王接着说 你太太还有一个问题 曾启念怀疑佛菩萨 在你生病的时候 因为求佛菩萨保佑你康复 但你生病没有起色 她便欢迎佛菩萨 不知道她的祈求 怎么没让你好起来 后来便懈怠礼佛 信心不坚 你死后 她也只有偶尔礼佛 大部分精神还是放在家庭 先生最后叹气道 我们会有什么下场呢 阎罗王说 你下辈子转为一个穷人 一生皆贫困 但是也容易刺激你精进修行 不要像这辈子不精进 你太太下辈子转为富人所养的猫 因为她的吃业使然 但是她还有一些福报可想 想完后再入轮回 但是会去哪里还得看她的造化 生活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 人们去寺庙烧香拜佛 越来越多人 会将拜佛视为一种成功的捷径 尤其是当生活不如意 或者遇到困难时 便会去寺庙烧个香 拜个佛 有些人甚至相信 在佛前磕的头越多 烧的香越多 或者去寺庙的次数越多 就越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思想 佛陀慈悲一切众生 但并没有魔力去满足你的要求 我们拜佛是为了学佛的为人处事 即得修福 跟佛陀一样 做一个慈悲与智慧的人 有的人烧香 拜佛几十年 仍然过得不如意 而有的人 却拜佛祭灵 原因不仅是因为 弄错了拜佛的意义 把佛教认为是满足一切私欲的神仙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许是因为在拜佛时 没有默念这几句简单的佛语 所以才导致无法心想事成 一 我信佛 我敬佛 佛说 因为信任 所以靠近 我们只有真心实意 相信佛祖的存在 相信佛祖以慈悲为怀 庇佑一切众生 我们才会去真的向佛靠拢 与之学习 我们信佛 首先是尊敬佛 见佛像时 无论塑像 画像 皆应 整一礼拜 最少也需问询 既做一或合掌 敬佛不是简单的叩拜 而是从心底里 真正的拥护佛教 学佛之所言 行佛之所行 只有做到这样 在默念 我信佛 我敬佛时 才有底气说出来 佛语才能看到 你的真心 才能真正达到效果 二 我慈悲 我行善 佛说 吉德 随无人见 行善 自有天知 人为善 福随未至 祸以远离 人为恶 祸随未至 福以远离 佛语倡导 行善吉德 虽然别人不知道 你有没有真正吉德 但若是你常常行善举 那么自有天知 佛祖向来以慈悲为怀 作为其信徒 若是也能学佛祖的慈悲 去普度一切众生 佛祖自是会欢喜 每一次行善 我们都不能以要求得到回报 而去行善 而是应该发自内心地 自愿地去做 当我们觉得给予别人 比得到别人给予的 更加快乐的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懂得了 行善的意义 这样的行善 也才是修佛的目的 佛说 真诚做人就能诚心做事 真诚是一个人的最高品质 我们待人真诚 心地坦荡 一身正气 行为自是磊落 不会偏离正轨 真诚就像是一红泉水 清澈甘甜 千尘不染 与山祖石栏便会主动绕道 碰悬崖断壁便会形成瀑布 始终不停奔腾前进的脚步 佛说 做善上升 作恶下跺 恶道都是众生自己造作出来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因果循环 自己做成什么样 最后自己就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不作恶 恶果自然不会轮到我们身上 我们真诚不作恶 所想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或损失 佛陀自会保佑我们心想事成 说法常年引发争议 那就是 学佛到底要不要吃素 确实 从小到大 我们接受的观念 好色只要学佛 就得吃素 所以当我们听说有人学佛 第一反应就是说 这个人是不是要出家了 是不是从此就得吃素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认知烙印 它不是事实真相 更和真理无关 但我们就会认为应该如此 于是 不管这个认知来源是哪里 我们更愿意相信 那是佛陀的意思 修行就是要结婚吃素 更有的 就是有人翻出经文来说 那是佛陀的意义 大家要听 是的 佛陀所言大家要听 但是 你是否真的理解佛陀在说什么 就值得去分析分析了 大佛顶手愣言经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鬼神 至圣世间 自言食肉 得菩提露 如等当之 世食肉人 重得新开四三摩地 皆大罗沙 报中地臣生死苦海 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 相杀 相吞 相食 莫矣 云和世人得出三界 清静比丘 即祝菩萨 与其路行 活踏生草 旷以首巴 云和大碑 取众生 血肉充实 以上这段曲子 愣言经一部 非常伟大的经文 这部经文里 又提到佛陀对吃肉 和修行之间的因果关系 千万不能吃肉 吃肉不仅会导致修不成 还会去恶道 无法脱离三界 更不要说去佛国 那问题现在来了 对于一个不愿意吃素 而坚持吃肉的人 请问 他是学佛修行好 还是不修行好 反正只要吃肉 就必须修不成 而且还会因此 去不好的地方 那不如就做一个 一般意义上的好人 一直在人道中轮回 也好过去罗煞恶道 可以这样逻辑推导吗 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再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生前 从未直戒 也从未结婚吃素的人 在死前 由于得到一心念佛的善缘 只是短短的念诵 居然死后 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 往生佛国 这个不是我编出来了 历来很多这样的案例 不然这些 能以此往生佛国的人 有过去因缘支持 但这一生 他们肯定没有 结婚吃素的情况 他们为什么能去好地方 这一点要怎么解释 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 但如此理解 愣言经中这段话的 学佛人们 根本解释不了 因为他们只会看到 经文表面文字的意思 不知道佛陀 到底是在说什么 所以误会地比比皆是 现在告诉大家 佛陀最顿经文是在说什么 自言食肉 得菩提路这句话 有两层意义 第一 末法时代 有写法逻辑 五吹就是吃众生肉 才是对他们的慈悲 这是错误 这个逻辑现在已经有了 但还不算普遍 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不过未来会很普遍 也会有人相信 多吃众生肉 才能得到更多功德善缘 这句话不是针对我们此刻一些 学佛人吃些三尽肉 不能完全断除荤腥的现象 而是预言日后会发生的一场思想浩劫 我们这辈人应该是遇不到这个逻辑泛滥的样子 但是我们下一代 下下代会遇到的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说是 那些会投胎变成动物的众生 本来就是要受这个罪苦的 所以如果你能去吃他们 就等于是快速帮他们消业障 让他们尽快轮回 离开苦境 这是功德 这是慈悲 这是每个修行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当这个逻辑泛滥的时候 有很多所谓的学佛人 就会去大量吃肉 以为这是登上菩提道路的路径 以为自己是在慈悲纵生帮助他们 所以 佛陀提前预警 末法之中 多此鬼神至圣世间 自食食肉得菩提路 这个逻辑在我们现在看来 简直是胡扯 谬论 但未来 逐渐会成为很多人的思想认知 这也是末法时代的悲哀 希望那个时候有人能清晰思维 拨乱反正 依照愣言经理的预言指点 坚定聘弃这种邪见 第二 带着俗人吃肉时的口腹贪欲念想 杀生害命 如此食肉者不能修出正道 佛陀说法四十九年 你要浓缩其所讲的经典 可集中在这两个字上 因果 你若在做浓缩 无非就是在讲心 万法为心造 纵生这阴阴果果恩恩怨怨 轮回又轮回的 都是从心而生 佛陀说的肉 是肉本身吗 不是 是因为吃肉者的这颗心 这颗心 包括贪 也包括称 更包括吃 怎么解释呢 贪 你贪图口腹之欲 觉得肉好吃 我要吃 甚至因为吃肉 还能多下两碗饭 你有了这种 对物欲贪求的心 如何解脱 称 你为了吃一口肉 不顾众生为你而死 任由他们各种痛苦缠绕心智 难以解脱 如此残忍 如何能产生慈悲 如何能契合天心 去往光明世界 吃 荤肉的香气 让你产生 虚假余业 持念美味 如此又怎能去 妄存真 进入宇宙真实世界呢 问题的核心 不是肉本身 而是对应的 吃肉这件事 会产生的 贪 臣 吃 贪求肉食的人 一定不能去除 这三个执念 这样的人 如何能得到解脱呢 但是 这仅仅是 吃肉食 对应的问题吗 所有修行人 不都在穷极 多生多劫的修正 这三个问题吗 所以 你说要不要 戒婚吃素 你尽管戒 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贪嗔痴还在呀 只要这个还在 自然修不成 不能把问题 怪在肉上 吃素行者 与随缘行者区别 很多寺庙 或者吃素人 都去买 做成荤菜样子的 豆制品和素菜 你吃这个 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和吃肉人的心思 还不是一样 还有的人 很努力地吃素 甚至发誓要吃素 结果呢 看到别人吃肉 就心残得很 晚上做梦 都在想吃肉 甚至绞尽脑汁 想破了脑袋 想到让自己 吃肉的合理理由 这样的吃素人 和吃肉人的心思 有什么差别 一样修不好 但反观那些 纵然有在吃肉 可是根本就无所谓 吃到到底是什么的人 他们只是随缘吃 吃到荤菜 就超度 荤菜里的动物 吃到素菜 就感恩佛菩萨的赐福 这样的人 是不是更契合修行 也更契合佛心 能做到这样的人 吃荤就是在吃素 你看到的是荤 在他那里 就是素 由此可见 问题根本不是 荤菜本身 而是贪求荤肉的心 和为了自己口腹 而不顾其他众生 去死的心 这是问题核心 你把这颗业障的心 借除 慈悲心一起 执念一放 怎么会修不成 佛陀说的是 让大家都吃素菜吗 他是要众生 戒掉贪嗔吃的心 很多学佛的人 只看文字表面 不尊重历史演变的过程 不知道佛陀说话的对象 根本不会思考 和运化佛陀的意思 所以才会 胡说八道地 比比皆是 每次有读者 想要修行 又担心是否会因此 不能吃肉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可以吃 但你只能吃三净肉 不能杀生 取肉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我们所说的 是符合佛法教义的 三净肉 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是佛陀最初 为了引导众生 不要杀生 而延伸出来的一种 吃厚 业力比较少肉食 因为众生吃肉的背后 总归是关联着一条命的陨落 这个过程 就会产生杀生的夜暴 即便是三净肉 其实也会有一定的业力 因为众生死亡之后的痛苦 神志在肉块上 但是大家目前所遇到的生活障碍 种种痛苦不堪 有哪个是因为单纯的 吃肉吃多了 不是 都是杀业 邪淫 盗窃 伤人 妄语 恶口 可见 这些问题比你吃一块肉 产生的夜暴严峻得多得多 人们把吃荤吃素的问题 拔得这么高 却依旧做着 会产生更大夜暴的事情 这真是太讽刺了 古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 三净肉可以直接到超市去买 到菜场去买 都很方便 古时候吃一个肉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家养了 自家宰 这个就是杀业 佛陀在这个部分是禁止的 因为这是赤裸裸的 重罪恶业 没什么好说的 必然会有恶报 也会增加杀生者的称心 这很不好 但若是以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 食物只是供养行者 肉身维持下去的东西 它不是重点 心的修持才是重点 是佛陀反复说给众人听的核心 若你依旧有贪求和杀心 纵然法的境界再高明 心还是有问题 心只要有问题 就不能修成佛果 反而契合了罗煞道 这句话还是在说心 你如果将之误解成为单纯的吃肉 那真是可笑了 你只需去想 为什么寄功活佛是吃肉喝酒的 有人说 因为它法力高强 境界高深 和我们不一样 难道境界高的就可以吃肉了吗 佛法是这样分类的吗 谁本事高 谁就能吃肉 那以后我们修的境界很高很高 是不是再来吃肉就可以了 哪本经文上这么说过了 喜欢拿经文说事的学佛人 一定找不到这样的经文 寄功活佛不是在吃肉 虽然他确实吃了肉 但是他的心是素的 他不是贪求肉 也不是执念肉 纵然他杀狗吃肉 却没有杀狗吃肉的心 所以他就没有吃肉 也没有杀生 更何况 他还在超度这些动物 吃素吃荤不是很重要 关键在心 心最重要 有个和尚 从小就是素食者 他记不起来 荤食是什么味道 后来他开始传法 因此有很多 信众弟子前来拜访 也会有信徒要请他吃饭 有些信徒很诚心的 请他吃饭前 就会跟他讲 你来吃饭 我特地把家里的锅 碗都清洗一遍 很干净 你放心 和尚若真的打算 接受信徒供养时 就会跟他们说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你不用洗 你煮过肉的锅 煮一碗菜给我吃 我吃的是菜 不是你的锅 这种随缘的心态就很好 中原的和尚 有结婚的戒律在 那么出家的和尚 就要守住这个戒律 但是国外的和尚 包括藏区的喇嘛 没有这个戒律 那么就可以随缘吃 他们也不会刻意吃肉 只是正好今天 信众供养饭里有肉 那么他们就吃 没有也不会想念 你有这个素心 就和守了 不吃婚的戒律是一样的 反之你天天吃素 但心里一直想着各种肉食 还是等于破了戒 没差 一群土匪把一座寺庙包围了 对住持大和尚说 你们都是慈悲 都是素食 这里有一碗肉 你若是把这碗肉吃下去 我就饶你们大家的命 不杀你们 否则 每一个人我都通通杀掉 住持大和尚毫不犹豫地就把这碗肉吃下去 他破戒了吗 他死后会变成大罗煞吗 不会 他吃的肉就是素菜 吃荤吃素背后附带的东西 才是荤素的问题所在 而不是那块肉 那坨菜 修心的重要性 当然 我这么说不是在鼓吹大家都去吃荤 你们千万不要有这个误解 我是在说 这不是修行的重点 你要把你的心修对了 心修对了 你就会有应对这些事件问题的办法 你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也许是照旧吃肉 但那块入口的肉早已成了素菜 不仅心是素心 还会用密法超度它们 也许是突然某一天就不想吃荤了 口口素菜入口 甘甜味美 大白菜也能吃出繁桃的味道 心 你的心变了 修为境界就会上去 跟着就会做出最适合你的这条 道的处理方式 肉不是什么好食物 因为里面带有死亡时的怨气 而且即便你不是杀死动物的凶手 多少也会沾染到相关的业缘 多吃无益 但是你若要把这件事上上纲上线的 与学佛好坏扯上直接关系 真的不可取 这种认知会障碍众生学佛 也会误导众生在事情表现上停滞不前 众生不是因为吃肉才贪嗔吃 而是因为贪嗔吃才吃肉 人们不要把这个因果关系搞反了 人们因为贪嗔吃做的坏事 以及会造业的事情可多了 贪图口腹之欲 只是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 吃肉不是为了普度众生 而是因为随顺随缘 看到肉 我不去避之不及 推开丢缘 反而努力超度它们 并且抱有清静的心 去随顺一切事物对我的供养 吃能超度 不吃也能超度 一切都因缘而已 而一个修行人 因为拥有这个珍贵的身体 将好好珍惜 并努力修持佛法 直至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对一切众生 最大的感恩和回馈 这个才是佛陀教义的核心 人士慈悲为怀 心系天下苍生 出家人更是严守 清规戒律 人们偶尔到寺庙用斋饭 看到的斋饭也是全素 无半点荤腥 这让世人逐渐地意识到 学佛人的慈悲 时时刻刻 都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不忍众生受苦 连众生肉都不忍心吃 但是如果自己学佛之后 家人一直在吃肉 而你在吃素 这不是相互矛盾吗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孟参老和尚开示 关于吃肉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着争执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没必要争 若不是为了口味 也不是为了享受 也不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这样吃荤的话 无犯戒 曾经老和尚在西藏生活许多年 就没有吃过荤 身体也非常好 不过老和尚当时有个疑问 因为那个时候 有些喇嘛吃荤 老和尚就问了 你既然吃荤 就什么都吃嘛 为什么这个也不吃 那个也不吃 像鸡鱼鸭都是肉 喇嘛说 那个吃了 我还不起呀 你吃了人家肉 不还人家吗 一头牛好几百斤 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大家都吃的 我还他几口就行了 我也不要还他的命 他知道因果 他吃的时候 没有贪欲心 没有说这口味好 像我们煎 炒 煮 炸 味道不对 还要发脾气 你在理上明白了 在世上 你可以自己处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的贪欲心 其实很重 这就是我们 吃肉与喇嘛吃肉的不同 虽然到了如今 有着越来越多的佛弟子 倡导这样的观念 积累自己的福报 不杀生 不吃肉 但是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家里人会吃肉 而你吃素 往往这就会引起 家里人的不和 引起矛盾 导致许多人就认为 学佛是迷信 因为很多佛弟子 为了自己的信仰 而去争论 说吃肉就是不好 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然后让自己的家人 也吃素 不管他们的意愿 虽然佛弟子的初心 是为了家人好 但是方法用错了 实际上 这样与学佛思想 背道而驰 因为佛学讲究 不能有执念 不能有私心 大家要记住的是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 家庭突然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强迫家人也持戒 因为这样反而会引起 他人的不悦 对佛教心生不满 为此 老和尚就提出以下方法 来解决 首先 你要发心度别人 谁顺别人 这不算犯戒 一定要懂得 你这样 人家才能信佛 你信了佛了 受了三规 别别妞妞的 那不是佛弟子 那你会引起家庭矛盾 那你自己也修行不好 障碍就来了 发菩提心 要将就别人 随顺众生 不是让众生都随顺我 这办不到的 发了菩提心 要使你身边的人 家庭 亲友 让人家看到 佛弟子就是不同 什么事都让人 都帮助别人 宁可自己吃亏 宁可受抱怨 绝不伤害人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往往我们受了 三规五戒的道友 回家去 马上家庭就起纠纷了 这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是佛弟子 佛子是做什么的 是帮助别人的 如果你受了三规五戒了 连你自己家庭都处不好 你还能去 画众生去 还能度别人去 先把家里人度了 经常随顺别人 慢慢转化他 不要着急 什么是忍耐 过去爱发脾气 这一受三规五戒 不发脾气了 非常柔和 那你太太看了 我先生变了 或者你是女众 你先生看了 我太太变得这么好 他就信佛了 咱们受三规五戒的目的 除了自己修道之外 还帮助别人 第一个就是要 行菩萨道 你连你家里人都处不好 你菩萨道怎么行啊 诸位道友受了三规五戒 第一个就是家庭要和好 劝你家里人都能信佛 因为你受三规五戒 并不代表你家人都信 这个特别要注意 因此 只有自己认真修行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或者家里人 在吃肉时 也可以念诵 往生咒 念六字大明咒 念地藏菩萨 灭真言咒 然后 长此以往 家里的人看到你念佛 有着如此大的功德 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刘德华夫妇 此前刘德华也吃肉 而他的妻子一直坚持吃素 十五年 后来刘德华知道了 吃素的原因之后 也慢慢地开始受到影响 最后 这一家人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 倡导吃素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的初学佛的人 刚刚学佛 总是禁忌这个 禁忌那个 有的人问 我现在学佛了 每天都诵经念佛 但是仍然断不了肉食 这样诵经念佛 还有功德吗 将来能不能 生极乐世界呢 孟参长老说 是有功德的 也能往生西方 但是怎么样用心了 你能不能达到一心 在你吃肉的时候 你要是做观想吃众生肉 是不对的 没有大慈悲心 你要用另一种观点 一个随缘 一个做观想 一个给他用说法的不失 你用法说说他 你给他回向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佛经 都没有说吃肉不能往生 但是我们要晓得 佛为什么教我们不杀生 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自己都不是那么想做 找个借口 经上没说 反正不吃素 也没有问题 那我就别吃素 肉滋味不错 反正吃点 也不会障碍往生 你这样想 这是你贪图享受 贪图享受的那个心 本来就不是真意愿 去往生的心 你怎么能往生 信愿不具足 所以 总在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检查检查 到底是我真想吃肉 还是不得已 家里人都吃肉 逼着我也要吃肉 我是没办法 陪同家人吃一点 凡是你吃到这个众生的肉 你给众生回向 让它消灭 别再变畜生了 并不是它一生变了畜生 或者变鱼 变了牛 羊 变了猪 你吃完了 就算完事了 它生生要变的 杀了它 把肉还了 它又去变猪去了 不是一次就完了 你要这样给它回向 使它解脱 别再这样轮转了 跟它结个缘 如果你要吃了 嫌这个炸的味道不好 或者炒的味道不好 调料不具足 那个就糟糕了 那你就是真正吃众生 那就不是修道了 怎么样 善用其心 其实最初的规定是 僧人不得吃葱 姜蒜一类 气味心酸 伯家上有可食三净肉之说 必须吃素 是始于南北朝时代 南朝的梁武帝的提倡 才在汉朝佛教内普及的 是汉传佛教的特色之一 藏传佛教 因其地理环境条件限制 等等原因 其僧人除了某些发誓 终生不吃肉的高僧外 也都有吃肉的习惯 佛教倡导食素的原因 一 为了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众生分为有情类和无情类 一般我们讲植物归为无情类 动物 因为具有攀生怕死 有痛苦 而属于友情 说植物也有管情 是我们悲心体现 如果过于悲戏 反而落入自心悲魔中 无法解脱 我们不能超越人的层次 来演绎法意 在天界中 以意为实 在禅定中 今夜变满 有的鬼神 以精气为实 佛法为了启迪众生 同体大悲之心 杀生戒律 鼓励素食 也是不得已的方便教法 只因我等心会未开 不明因果 若明因果 自然收敛 何用劝话 二 食素 使人 神清气爽 喉脑清醒 吃肉鸡油腻过多 会使得消化不良 气形不畅 喉脑 晕迷 不利 参物修为 而蔬菜一类 则不至于于此 故而提倡食素 实际上 吃不吃素 和信不信佛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汉传佛教坚持吃素 是汉传佛教的传统习惯 内心拥有佛教里面 真正的戒律和因果 有着一颗真正向善的心 才是更为重要的 墓中有人 福报多 口中有德 祝缘多 心中有佛 欢喜多 三 从健康考虑 动物在非自然死亡的条件下 会非常的恐惧 惊慌 害怕 称恨 使得体内聚集了很多的毒素 吃进去对人体非常不利 总而言之 要记住 要审视夺势 随机应变 要灵活运用 善巧方便 不要生扮硬套 教条主义 学佛是智慧 学佛是解脱 学佛是广结善缘 学佛是自利利他 而不是结恶缘 造恶业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